这个话呢,我们要接着来看,那个星号输出三角形 这个星号输出三角形,其实逻辑还蛮容易的 不过就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它基本上看起来是直角这样子 但实际上它里面就是由这个星号所构成 那星号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字 它其实是一个字元,一个字 然后呢,第一次输出的时候,它是输出几个呢? 它输出一个 那因为print本身会换行 有没有,所以你就输出一个之后换行 那第二次就输出两个 直到呢,最底下有输出13个 有没有,第一次输出一个,第二次有两个 好像越来越多 然后最下面也得到13个 这个地方呢,该怎么做出来 当然这也没有标准,只是说哪一种写法是最简单的 OK,不过呢,一定需要什么?一定需要做一个输出回圈的动作 OK,你不是说,像有同学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写吗? 星号输出,我这边是直接执行的话 如果跑回圈是这样跑 但如果说,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会写,怎么写呢?print一个星号 然后呢,再enter过之后的话,再怎么样呢?print两颗星号 再print三颗星号 好了,我先做三个 那你现在执行会怎么样呢? 一、二、三 那你就继续贴嘛,贴13次不就有了 对不对? 这写出来 当然也是 是我们要的,没错啦 可是毕竟这样写不是很OK啦 为什么?因为假设你要100个的话,那不是写100行吗? 那如果当然这个时候如果你懂得跑回圈的话 那就只要写个两行程式就搞定了 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希望反复做输出这个动作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配合回圈就可以帮我完成了 这第一点,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即便写不出来嘛,你可以把它变出来嘛 对不对?怎么变?反正就一直做 所以有些工程师很妙喔 其实他根本写不出来,那背后都是做假的 做个样子给人家看 看到了 你看到他程式,简直你 怎么会写成这样啊? 因为有些工程师他其实还蛮菜的 就是他回圈还是写不出来 所以他可以用就是假装的 OK 那客户觉得没问题就OK啦 没有bug嘛 你说他有错吗?其实倒也没有错 只是说不太好吧 就是说你如果学过回圈你就写回圈嘛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但是有些时候啦 因为反正老板急着要嘛 客户急着要嘛 先交差再说啦 OK 那你说不好吗? 不过当然我是觉得啦 如果以那个可以先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的话 他也OK 对,你够聪明 对,可以不可以啊 所以有的时候啦 你即便写不出来 你把它凑出来都可以 对不对? 至少你还算聪明 你不要说一直抓牛角尖 你连变出 想把它变出来动力都没有 OK,那就不是很OK了 所以不要一直趋励说你一定要怎么写啦 没关系 你如果现在不够聪明 没关系 你会越来越聪明的 当然我们刚开始写程式也没有说一下子就可以写的那么漂亮的程式 只是说越来越漂亮 OK 好,所以如果第一个假设啦 我们这样写不OK 但是要怎么写比较OK 所以接下来的话 第二个 跟各位讲一下 Python里面有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呢? 再把画面先借一下 OK,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Python里面 它具有就是说 一般我们的认知是说 如果我要乘上 这个字串 如果我后面假设给它一个乘 乘的话就一个星号 那你会发现 当然一般加减乘除 主要是根据数字 但如果说我现在文字 后面加个乘号 比如乘以13 特别注意 在其他的语言是不通的 不可以的 但是在Python很妙的 它这个乘以13意思是说 帮我重复13次的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它会怎么样 执行 它会输出13颗星 它不会错误 OK,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算是Python的一个特性 OK,如果其他语言不能这样子 所以如果有这个概念的话 那是不是说我如果今天 假如说我跑回圈的话 先输出一颗星的话 乘以1 那表示输出一颗星 乘以2的话 那就两颗星 有没有 一颗 乘以2两颗星 然后最后我如果13的话 这样的话不就可以把回圈给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概念说 那是不是我可以在这上面写什么 写一个回圈 我的范围是什么呢 范围就是4 有没有 i这个变数 in range 在那个清单里面帮我产生什么呢 当它第一次的时候输出1 逗点 当它在13输出完 14就停下来 所以输出14 冒号 意思就是说我要产生一个i的这个词 那特别注意 printer请你按一个tape 让它缩排到这个for回圈里面 下一切 那接下来的话 你只要怎么改动一个地方就OK了 哪里 这边嘛 改成什么 改成i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它第一次会先输出1 i是1 有没有 所以就输出一颗星 那因为printer本身会有个enter的动作 会换行 所以换行之后再输出两颗星 三颗星 直到13颗 所以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 程式呢 就写出来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这边顺便了解一下 假如说你今天要重复输出哪一个字的话 就直接这个字 后面加上乘以 加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它就输出几次 OK 如果说今天第二个 假设第一个我已经这个完成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其实答案就在这里 一模一样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三角形颠倒过来放的话 是3到1 该怎么做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什么呢 把这边改一下就好了 也就是说开头是 多少 13嘛 不能是14 14的话变14 我们是13颗星而已 13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加上多少 到哪边停下来 因为它会越来越少 对 0 因为0是停下来 不会执行的 所以应该到1就停下来 逗点 后面要加什么 对 要-1 或者-1也可以 反正 就是意思就是说呢 我希望它越来越少 但如果说你没有加的话 13它就变14了 它就不会跑到那个什么 跑到1了 只会越来越多 OK 那如果你要越来越少的话 就把它什么 这个-1就可以了 越来越少 所以写完了 写完之后的话 把它执行 再按确定 OK 有没有 越来越少了 我应该可以懂那意思吧 所以以后 这些都会遇到 所以就是 主要是训练各位 对于那个回圈 是不是很能够 很快的知道说 该怎么去把你的需求 加上放到回圈里面 然后结合之后 把你要的结合给产生出来 如果你只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那以后很多事情就很快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所以 正向回圈 反向回圈 这个写出来了 那其实答案呢 这个有几种写法 不过这种写法 有个否爱否追 我觉得这个写法比较 比较复杂 所以也许你可以记这个方法 那再来还有啊 不是说只有这样 还有什么 正向 加空白 什么叫加空白 我们刚刚 出出的时候这个星号呢 是在最左边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前面呢 加上什么呢 12个空白 然后 再加一颗星 总共其实加起来的话 还是13 有没有 然后 所以也就是说 这边的空白的逻辑上 12 一直到这边 到这边其实是0 所以这边空白应该是12到0 有没有 这样的方向 那这边的话呢 是1到13 诶 那我要怎么样 刚刚好 可以符合这种需求 然后把这个正三角形 从本来是左边换到右边去 OK 那这个要怎么做 请各位也许试试看吧 所以把刚刚的两个 但是后面还可以做什么 就是等腰三角形 OK 等腰等腰等腰就是另外再画一个 这边也要 跟这边一样的 等腰三角形 甚至如果做得更复杂 可以把一颗圣诞树给 给画出来 之前就有同学无聊 已经做完了 他因为他已经都很清楚了 然后就开始画图了 就可以画一个圣诞树出来 可不可以啊 圣诞树 看你要怎么画吧 是要窄的还是要宽的 OK 不过我们慢慢来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第一个先做出 这个正向的 1到13 反向的13到1 再来就是思考 前面加空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这个范例主要是了解就是 如何训练各位的那个 奉回圈的相关概念 有没有什么 尽量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用思考 想想看怎么写 那里面有个特性就是说 那个文字 后面加一个称号 再加一个数字 意思就是重复输出几个这个文字的意思 那这种写法 比较特殊 因为在其他的程式里面 其他语言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 只有Python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